多媒体设计科特设课程发展以为电影、动画、游戏为主轴 老师授课时鼓励同学们以生活体验为创意发想的题材 智光商工设计群主任吴慧燕表示 从一年级美学理论基础学习 进阶到二年级专业技术课程培训 最后三年级兴趣分组的专题实作 在专业老师和科大教授、校外业师的指导下 让同学们将自己三年所学习的尽情发挥 即使没有基础下进入智光商工多媒体设计科 经过三年的调教 一样能够精通各项专业技能 从一年级就开始学所谓的设计基础 然后美学的一些概念 二年级就会进入所谓的电脑绘图 然后还有微电影制作 然后影音剪辑的部分 以及动画还有游戏美术 游戏美术是我们的特色课程 然后一直到三年级就会朝向 学生就会依他的一个兴趣 去做他们的专题制作 然后可能就是朝向他们喜欢的地方 然后去做执行的动作这样 而为了提供完善的教学环境 多媒体教室采购了50台以上的Mac电脑 让同学运用 另外也建置了数位摄影棚 微型录音室 以及文创设计区等专业教室 搭配课程让学生可以在学校内 就完成跨领域创作 不论是微电影 黏土动画还是游戏 都有一定的水准 因为多媒体设计科的学生 他的未来的出入人可能就是朝 比如说电视台 然后或者是电影制作 然后或者是动画制作 甚至还游戏美术的部分 那因此我们在设备上面呢 那我们就会 就有那个电脑呢 52台的Mac电脑 去支援这样这样子的后置 然后再来我们这几年还增设了所谓的录音室 微型的录音室 然后以及数位的摄影棚 来支援这样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整个一个非常一条龙的方式去做学习 另外为了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也鼓励学生报考各项证照检定或是参加竞赛 在各大赛中也屡获佳击 像是郑可维同学就获得了107学年度 工商业类科全国竞艺竞赛电脑绘图组的优胜 郑同学说 他平常就喜欢画画 经过学校课程的训练和老师的指导 让技术更加精进 比赛的时候也可以更冷静的展现实力 我觉得我在智光这三年 我觉得我人物上动作可以画得更流顺 然后不会像之前 还要构思好几分钟 然后呢在人物方面 我觉得我配色方面更成熟 所以我希望以后我能画得更好 我觉得是创意方面 因为它题目上有很多要求 所以如果没有在时间内范围上画完的话 我也会觉得很紧张 所以我尽可能的把我手 老师教我的所学 我全部都用上去 随着科技进步 业界对于设计人才的需求 不再只局限在平面设计 如何整合数位的2D 3D绘图 以及将IT创作商品化 制作成各项周边 智光美工群 要用最完善的软硬体设备 培养出能够迎接业界挑战的学子 中校新闻赵世渊 詹怡勋 永和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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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